共產黨控制的不是病毒 而是消息 下面請看趙培為我們帶來的微視頻 謝謝主持人 大家好 2020年3月18號 美國總統川普宣布要重啟國防生產法 這個法案是一個戰時法案 美國政府可以繞過《反壟斷法》的種種性質 直接和私人企業合作生產所需要的物資 就目前而言 主要是應對中共病毒所需要的這個醫療物資啊 比如說口罩啊 呼吸機這些東西 美國也加強了和盟國的合作 最新消息是臺灣美洲為美國提供10萬支口罩 而美國向臺灣提供30萬套防護服所需要的原材料 美國通用車廠也在考慮不生產汽車生產呼吸機了 國防生產法 這個是1950年美國應對共產黨 發動了朝新戰爭而誕生的法案 70年之後被應用於應付中共病毒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中共還跟個傻子一樣蒙在鼓裡 3月20號 中共新聞部發言人威脅全世界 那就跟菜市場門口吵架一樣 他宣稱啊 誰要說中共製造病毒 就不要用中國製造的口罩 那麼請說這種話的人 不要戴中國製造的口罩 不要穿中國生產的防護服 你清醒一點吧 馬上大家都不用了 中共到處宣稱它的措施好 讓全世界抄作業 也就是只看微信的人才信這個鬼話 中共扯著嗓子喊的目的是聘全世界的錢 可是那些投資者上當的不多啊 現在美元指數已經超過100了 也就是強勢美元 這說明啊 在災難面前 全世界人都想擁有美元 美國就是信心 3月15號 美領儲和加拿大、英國、日本、歐洲、瑞士的央行 進行美元互換 3月19號又和另外9家央行進行美元互換 但是就沒有中共的央行 這個互換有什麼意義呢 美國是防止盟友家裡沒有美元了 貨幣出現問題 所以發給他們一點美元 大家互換一下 那麼美國面對中共病毒啊 是想著發的 發錢讓老百姓度過難關 中共是想著發的 讓老百姓捐錢 中國人不自救也就沒有辦法了 武漢封城二十多天之後 中共才開始為短期滯留武漢的人發了點錢 至於那些長期在武漢打工的人 只能依靠志願者送的物資度日 很多人流落街頭 3月12號 湖北孝干人上街抗議之後 武漢人才能吃上中共分配的免費魚 也就是說 中共在瘟疫期間 把整個經濟體制退回到了供銷社分配制度上 中共所謂的復工 也是讓富士康這些大企業復工 目的是為了保證蘋果手機等大訂單的供應 至於小企業的復工可以說是十分勤難 就拿口罩生產來說吧 中小企業都可以生產 但是外交部威脅全世界啊 在這種情況下 誰還敢下單給中國呢 共產黨就是在禍害中國人 據說它現在還要搞五十萬億的大工程 你這是幹什麼呢 就是借債搞腐敗而已 你為什麼不直接把這五十萬億 發給咱們中國的老百姓呢 一個人領三千五百元人民幣 大家可以安心在家度日 這五十萬億最後的結果是被各個利益集團給分了 留給中國人的是一個爛攤子 也就是物價飛漲 這裡最後要說一點是中共所謂的控制 並不是指的是病毒 而是指控制消息 也就是說有感染者也不報不說了 那麼整個大陸也就退回了12月份武漢的狀態 它具體怎麼做的呢 我們可以說一個例子 加拿大人趙某1月份在北京死亡 中共可以出的死因是心臟病 但是這個人在死前表現出明顯的肺炎症狀 趙某在加拿大的妻子就不服這個死因 要求開關驗室 中共為了掩蓋疫情啊 它在未來甚至會禁止中國人出國 所以那些聽信了中共謊言回國的人呢 會到第二次美出不了國了 那麼面對中共病毒 退黨自救才是明智的選擇 謝謝大家